在新国 因为一道菜专门建了一座展览馆 这就是四星望月 四星望月其实是一道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客家菜 毛主席在1929年率领红四军转战半南的时候 品尝了这道菜 他给这道菜取了个名字叫四星望月 我叫林纯莲 四星望月制作记忆的第五代传承人 我从85年就开始做四星望月 现在已经快35年了 在我们阵 只要是有宴食 四星望月是绝对不可少的一道菜 四星望月其实指的是五道菜 中间的粉笼床就是月 四周的四个家常菜则是新 这四个家常菜一般而言就是我们客家的十令小菜 四星望月 四星望月当中最主要的就是粉笼床 而粉笼床中最有名的则是粉蒸鱼 粉蒸鱼一定要选择我们当地产的草鱼 个头大概在地仅六两左右 你看这个鱼最好里面没高 接下来就是将鱼刮鳞 去除肋脏 然后切片 片鱼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一定要片至一公分左右的厚度 这样才能保证一片嫩滑的口感 片好鱼之后 加入适当的薯粉进行搅拌 这个薯粉一定要用我们当地的红薯 然后再加入调味料和辣椒酱一起搅拌 这个辣椒酱是我们客家人特有的 它是用我们客家的雷波雷制而成的 鱼片准备好之后 就开始准备本笼里的食材了 本笼的最下面先铺上一些菜叶 这么做的目的是在蒸的过程中 可以保证蒸汽能均匀地传到上面 再铺上一层用辣椒酱拌好的米粉 然后就可以放到锅里蒸了 蒸的时候火合的把握非常关键 看到蒸笼开始冒气的时候 就要赶紧把鱼片铺在最上面 然后就要用大火猛蒸了 蒸多久完全平的就是经验了 我一般就是在蒸笼上拍六十下就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取出蒸笼浇上卤汁 然后再撒一层葱花 这样粉笼床就做好了 在取名叫四星望月之前 我们新国人都把这个叫做粉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蒸笼里面的菜并不是固定的 铺在下面的素菜可以是萝卜 芋头 也可以是米粉 上层的昆菜可以是鱼 也可以是猪肉 鸭肉 四星望月其实是最难代表我们客家人的一道菜 这个粉笼呢就是我们客家人大大小小的好食 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名菜 我是在外地工作的嘛 在外地是吃不到这个粉笼融的 这次回来就吃上了那个心心念念的加强味道 当年我们客家人总是在不断迁徙的道路上 因此像粉笼融这样包融性特别强的菜 可以说是一直陪伴着我们客家人的 所以只要有客家人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四星望月的存在